那些年,妈妈不让买的文具,到底好用吗? 小笼包,跟我妈要了十块钱去买橡皮擦,回到家后,我妈差点没拿出鸡毛胆子,她问我文具在哪,我赶紧拿起小笼包橡皮给她看,实在做得太逼真了,我妈看到后直接就生气了。 又拿买文具的钱去买零食?翅膀硬了是吧? 状怨笔,有没有和我一样,上学经常丢笔的? 我的笔呢? 于是我就去小卖部买了一根特大号状元笔,我妈说这笔要是在丢,以后别想买笔了,和普通铅笔相比,简直是爷爷带孙子啊,大了不知道多少倍,放书包里肯定不会再丢了,用了一段时间,果然想丢都难,写字特别累,手也特别酸,无奈只能放弃,后来的后来,要是我写字太慢,我妈就拿这笔对我发脾气。 小汽车 作为学霸,桌面上肯定要保持干干净净的,可我妈却说 整那么多话里胡笑的,干嘛呢?用纸巾擦掉,不就好了? 巧克力便利贴 小时候记笔记,把书写的都没地方写了,花了十块钱,买了一本巧克力便利贴,这造型,我恨不得一口把它吃掉。 哇,还有浓浓的巧克力味,又豁着我! 用它来记笔记,再也不怕书写不下了。 种植仓笔盒 拆开种植仓,怎么长草了? 原来都不用自己种啊! 这草长得还挺好看的,还有一只笔这里可以喷水的,给它喷一喷,让它快快长高吧! 文具袋 一只大牙膏笔带,这里有个拉链,里面那么大的空间,可以装好多笔了,盖子上还自带卷笔刀,我买了这么个好东西,我妈应该很高兴吧,没想到却被她臭骂一顿。 一天到晚,只会败家! 手指绷带,写作业写多了,手上都被磨出了老茧,我就背着我妈偷偷买了这种手指绷带,两只手都戴上,这样写字就不会磨手了。 后来发现,全部戴上也挺好看的。 觉得好看的,几口好美! 以上七款妈妈不让买的文具,你用过哪一款? 喵耶!